韩国首尔黎泰院踩踏事故发生后 有三大问题引发了关注 第一 这场踩踏事件折射的人性的阴暗 第二 对韩国来说万圣节是阳节 韩国人对阳节为何如此热忠呢 第三 类似的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呢 万圣节当晚的踩踏事件中 因踩踏直接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54人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可这次的踩踏事件 虽让人觉得恐怖的并不是伤亡的数字 而是踩踏事件中暴露出的人性的阴暗 踩踏事件多位亲历者讲述 事故发生时 有人试图从就近的夜店逃生 可夜店老板却见死不救 而更让人寒心的是 踩踏事件发生一小时后 明知道有大量人员伤亡的部分现场市民 人在黎泰院附近享受 尽管韩国警方用扩音器高喊 希望各位尽快回家 但部分市民依旧是纹丝不动 满于观看和拍摄现场 也有很多年轻人 明知道发生那死亡事故 人就在那唱歌跳舞 还有相关报道称 有无数人对着地上的尸体拍照 却不过旁边有人乌咽着说 不要再拍了 拜托救救我 一位名叫蒲毛的上班族曾回忆说 当时很多人死了 乱作了一团 但是马路对面 那些角色扮演的人却笑着拍照 有一种巨大的落差感 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称 踩踏事件发生后 一些民众在救护车的红色警示灯下跳舞 旁边是那些正在被抢救的伤者 相比韩国拍摄的人性电影 脚踏事件所折射出的人性阴暗 明显更彻底 一个踩踏事件 能造成如此多的人员伤亡 当然与事发淡晚 现场的巨大人流是分不开的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 淡晚正是西方的传统节日万圣节 这个节日本不是韩国的传统节日 相比万圣节的火爆 韩国的传统节日 如清明节中秋节等节日 明显不受年轻人的欢迎 韩国的传统节日 不受年轻人欢迎的背后原因 已有相关的专家做过论述了 结论是 韩国的传统节日 大部分需要家人团聚 家人团聚的时间 经济等各种成本更高 所以年轻人更加愿意 过相对经济便捷的杨节 另一方面 杨节在韩国更受欢迎 也与资本的操控有关 像这次韩国万圣节彩踏事件的起因 就与明星参与现场的演出有关 事发当日 年仅24岁的韩国男星李志汉 就在事故中遇难了 李大院的彩踏事故 引人关注的第三个点是 类似的彩踏事件如何自救呢 很遗憾的是 这次的彩踏事件中 没有自救者出来现身说法 所以关于彩踏事件的自救的方式 我们只能从以往的彩踏事件当中去寻找 彩踏事件发生时 民众需要注意的第一个要点是 不可逆向人流 要尽量顺着人流的方向移动 移动的过程中 还要抓住附近牢固的物体进行依靠 第二要点 若发现人流非常大 要第一时间在拥挤的人群中 左手握拳 右手握住左手的手腕 拴肘撑开平反胸前 形成一定的空间 保证呼吸 同时防止摔倒 第三要点 如果不慎摔倒 一定要将双臂交叉 黄形护住头和胸腔等重要的器官 因为在踩踏事件中 很多人是窒息而死 用这个姿势 不仅可以护住身体的重要部位 还可以预留空间 保持呼吸 增加获救的机会 悲剧不可怕 可怕的是 我们对悲剧缺乏正确的认识 因为只有正确的认识悲剧 从悲剧中汲取经验教训 人类方能避免类似的悲剧 最后呢 愿世界太平 愿逝者安息